李化好一会儿才反映过来 自己应该是穿越了 这个世界和之前的世界没什么两样 但原主居然是个舔狗 怎么说呢 就是女生让他往东 他绝不往西 让他心甘情愿地付出 不求回报 只求真心 一辈子一双人的感情 李化持之以鼻 破碎的记忆接踵而来 但接下来男主的人设 让他直接惊呼出声 他居然是京城第一大财阀的继承人 他无奈地笑出来 大哥你有这样的身价 什么样的女孩子没有呀 你非得 李化目光落在手机上 李化快把我看好的那套婚纱送给我 你怎么那么慢舍不得钱啊 看到女友柳如烟发来的这条消息 他才猛然想起家族低调做事 在他上学期间要求他隐瞒身世 刻苦成长将来好继承家业 眼下这套价值一万多的婚纱 就是他打暑假工攒钱买下来的 李化回复买好了 随即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 李化看见备注是宝宝滑动了接听 李化婚纱拿到没有柳如烟的语气 以止七十 李化的眉头瞬间皱了起来 嗯那就行还有戒指赶紧买了 然后打车过来 演唱会要开始了 李化刚想发问电话已经挂断 一条聊天消息弹出显示的 正式是体育馆的地址 看着手机中的定位 李化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要穿婚纱去演唱会半个小时后 李化出现在了体育馆 刚下车他就看见女友柳如烟正在不远处 和一个矮个子女生有说有笑地谈论着什么 表情看起来格外激动 那个女生他认识是柳如烟的闺蜜江华华 正当李化还在疑惑的时候 江华华突然眼睛一亮 指着他所站的方向大喊一声 如烟你的甜狗来了 听到这话李化脸色一沉没有说话 如烟这就是李化给你买的婚纱吗 江华华直接伸手 抢过婚纱礼盒上下打量了起来 哇多少钱啊 江华华一脸羡慕地看向柳如烟 一万多啊 李化你这诚意不够啊 江华华听到价格 眉头一皱当即对着李化教育起来 男人不能太吝啬知道吗 也就如烟心善 要换作我觉得要和你分手 我这都是在为你好 看看你这个吊丝样 如果再不好好对我加如烟 到时候人家不要你了好了 江华华别说了演唱会快开始了 我们先进去吧 柳如烟脸色也有点觉得丢人 但是他不想在这里跟甜狗纠缠 行吧 蔡旭辉 柳如烟换好婚纱几人一同进入场内 现场人头攒动绝大多数都是女生 铺天盖地的呐喊声一浪盖过一浪 李化默默坐到后排一个不起眼的座位上 李化用目光粗略扫过一圈现场 发现竟然有至少七成的女生都穿着婚纱 想到这李化忍不住看了眼身旁的柳如烟 下一秒柳如烟和江华华同时起身 跟着周围那些狂热粉丝开始呐喊 蔡旭辉结婚 钻戒快把钻戒给我 柳如烟急不可耐地回头朝着李化催促 现场的音响声太大 李化一时半会儿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就凑上前厅 但就在这时柳如烟居然立刻起身 将她整个人都往前一拉 然后把手伸进了她的兜里 不一会儿从里面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什么 你们还准备了钻戒 太羡慕了 你们居然多买了钻戒 姐妹你们才是真爱粉 啊呜呜呜 周围的女生们全部都为了上来 直接将李化挤出去老远 由于周围都是女生 李化无奈之下 只好找个没人座位暂时坐下来 演唱会正式开始 一个小鲜肉出现在了舞台上 尖叫声此起礼服 只有李化一脸痛苦地捂着双耳 蔡旭辉 我是你的新娘 蔡旭辉我爱你 李化快帮我拍照 纪念我的爱情故事 我要把最美好的自己 献给蔡旭辉 柳如烟一脸痴迷地看着舞台中间 甚至都没发现 李化早就被挤出去了机密院 这一刻李化真的想跑路了 这个时候 他真的觉得园主就是个小丑 强压住内心的怒火 李化缓缓起身 挤到了柳如烟面前 一看见他将滑滑 将手机递到了李化面前 李化快帮我和如烟拍照 记得拍漂亮点哦 这可是属于我和蔡菜的恋爱故事 然后开始摆起各种拍照姿势 李化阴沉着脸 啪地打掉了对方的手机 啊李化你疯了吧 柳如烟 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个舔狗 李化冷声道 柳如烟本来还被李化 忽然发火而震惊 此时李化一句质问 直接让他回神你发什么疯 你跟我说想要婚纱 就是为了追星 柳如烟的声音很大 但李化的更大 江华华大怒 我们小仙女们要怎么样就这么样 关你屁事 滚蛋 姐妹们这个男的是黑粉还凶的不得了 姐妹们这里有暴躁男欺负女生啊 动静越闹越大 很快周围就聚集起了大量女生 开始对着李化大喷口水 李化深刻知道这些 小仙女们那可是最恨黑粉的 尤其是现在在演唱会的时候 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不要给我们猜猜粉丢人滚出去 保安呢 这有恶臭男闹事报警 李化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小气的人 这时柳如烟也站出来满脸嫌弃的说道 突然李化笑了 校园主的愚蠢 校园主的自作多情 恶臭男笑什么看见没他破防了 李化如果你不道歉 我觉得我们俩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柳如烟冷声道 道歉快点道歉 随着柳如烟率先起头 周围人也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跟着开始起哄 甚至惊动了蔡旭辉 发生什么事了 蔡旭辉对着耳麦中的后台询问道 好像是两个女生和一个男生起了争执 导演的声音在耳麦中响起 听到这话蔡旭辉沉默了两秒 再三权衡之下 她再次打开麦克风 下面我将邀请两名幸运粉丝上台 与我共同演唱下一首歌曲 话音落下选我 蔡蔡老公 选我 我是你十年真爱粉选我啊老公 我们原地结婚 啊啊见气氛已经被带动起来 导演心理神会 下一秒两束灯光出现在舞台中间 随后开始无规律地旋转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那两道光束几乎是同时落在 柳如烟和江华华的身上 两位小仙女可以上台吗 蔡旭辉带着和煦的笑容 对着二人邀请道 我愿意 姜华华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然后扭动着肥胖的身躯 向着舞台上奔去 我演 柳如烟刚要出声 就感觉到一只温热的大手 抓住了自己的胳膊 正是李化 柳如烟你可想清楚 你这一上去我们就结束 李化这句话的语气极为严肃 柳如烟也是头次见到对方这浮面孔 她开口道 李化我就穿着一次婚纱而已 你有必要计较吗 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 以后又不是不为你穿 真是下头 周围有些女生感觉李化 简直就是下头男 纷纷站出来为柳如烟说话 你们男人怎么这么小气啊 小肚鸡肠 姐妹们谁懂呀 看演唱会碰见一个下头男 居然敢跟我家菜菜比重要性 我也是穿着婚纱来的我男朋友 就没有说什么 怎么就你在这叽叽歪歪的 姐妹这种恶臭男 和她讲道理是没用的 赶紧分了吧 对赶紧分了这些臭男人 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呀 不过就是我们小仙女的甜狗罢了 周围起哄的声音越来越大 柳如烟听着周围人的声音 在抬头看见台上那犹如光 一样耀眼的蔡旭辉的时候 她终于下定了决心 李化我的爱情 只能属于那个我家哥哥 你永远都比不上她 说完这句话 柳如烟转身提起婚纱 朝着舞台跑去 舞台上柳如烟和江华华 站在蔡旭辉两侧 大家安静一下 先让这两个小仙女 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蔡旭辉看向身旁的两女 江华华率先 急不可耐地接过话筒 我先来 大家好 我叫江华华 今日来参加演唱会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和我家蔡菜结婚 江华华举起自己 沙包大的拳头 所有人这才发现 上面有没闪闪发光的钻戒 蔡旭辉一听对方这么说 整个人都兴奋了 这可是天送的流量话题啊 于是她急忙将话筒 凑到了柳如烟的面前 假装非常惊喜地对着她说 没想到二位这么喜欢我 小仙女 你的钻戒 方便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柳如烟坚定地点了点头 并将手指间的钻戒 展露出来是这样的 哇 李华举起了发送 然后光速删除了对方的好友 独自走出会场 她语气有些怅然地开口道 还是回帝都吧 一年至此 李华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点开一个备注为老爹的号码 拨通了过去 很快电话接通 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的男生 好小子 你还记得你有个亲爹呢 有事快说你爹我开会呢 不是我没事就不能关心 关心我老爹嘛 都晚上八点了 你咋还开会呢 还不是你堂叔刚刚到任江南省 结果第二天就发生了 重大安全事故 李华下意识摸了把额头的汗水心响 还挺倒霉哈 不过自己家族那么大天天 都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她也不感觉到奇怪了 说吧这次又怎么了 是女朋友跟你闹分手了 反正我告诉你 别和我哭鼻子 因为记忆慢慢开始修复 李华十分了解 原主这个老爹的性格 索性直接开口老爹 也没啥事 我打算回去住几天 行 我到时候喊你表哥去接你 说完这句话 电话那头直接挂断 表哥哪个表哥 李华一脸怀疑人生的 南南到另一边演唱会上 柳如烟和江华华 在蔡旭辉的陪同下 共同完成了一首歌曲的演唱 蔡菜我们可以单独合影吗 这样就算我嫁给你一次了 就在二人准备回观众席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转身 一脸期待地看向面前这个男人 我也要将华华也坐不住了 蔡旭辉微微点头 可以的 不过现在舞台上的时间比较紧张 等演唱会结束 你俩来后台找我 到时候有个聚餐那时候 在合影如何 说完蔡旭辉用手指蹭了蹭柳如烟的小臂 其中的暧昧之意不言而喻 好的 柳如烟立马心领神会红着脸 小声硬道 柳如烟心中小鹿乱撞 蔡菜是什么意思 她是不是喜欢上我吗 李化你知道吗 蔡菜她给我表白了 她转头寻找李化 跟她心爱的偶像在一起 这可太诱人了 她实在是没办法拒绝 她想跟李化说一声 李化既然喜欢她 肯定不会阻止她奔向更好的人的 不过就在她要寻找李化的时候 看着身旁空空如也的座位 她猛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李化不见了 李化呢 姜华华一脸疑惑地看向柳如烟 我不知道啊 见柳如烟也不知道 姜华华立马就瞪大了眼睛 这家伙一定是不想陪我手机 自己先溜了 下头男真是什么猥琐的事情 都做得出来 姜华华一负气得要死的样子 柳如烟安慰道 别生气了手机 我一定让她陪给你 姜华华才放下心来点了点头行 柳如烟也不墨迹 当即就拿起手机 点开李化的聊天框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 不久前发出的消息 分手吧 婚纱就送你了钻戒 给我拿回来 我要拿去给我家大黄 相克钻石牙 啪打手机掉落在地 姜华华转过头 发现柳如烟 脸色苍白地愣在原地 出声询问柳如烟怎么了 柳如烟回过神半想 猜起出一句 李化她居然敢跟我提分手 姜华华立马露出 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看错了啊 就她那种四天狗 窝囊费居然会跟你提分手 可能是感觉受到了羞辱 柳如烟咬着牙 捡起手机 憋着怒火咬着牙 她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提分手 不给她点颜色看看 是不行了 下一秒 她的脸色彻底变了 只见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 出现在了聊天界面 柳如烟只觉得脑子里 轰得一声似乎有惊雷乍响 一旁的姜华华 小心翼翼地试探到如烟 怎么了 柳如烟表情还有些呆滞地说道 婚纱就是件普通裙子啊 为什么她连这个 都接受不了小气呢 姜华华听到这话 立马在旁边拱火道 什么这也太过分了吧 必须分手 她就是看到蔡蔡 比她优秀一千倍一万倍 她内心自卑了而已 一提到蔡旭辉 柳如烟又重新闪烁起了 希望的火光 你说的对我的青春 只能属于蔡蔡 柳如烟抬起头 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中间 那道万众瞩目的身影 眼神间写满了爱意 子龙国际大酒店 总统套房内 李花一脸惬意地举起酒杯 一前一后两个容貌 丝毫不逊于柳如烟的 双胞胎少女 分别给她捏腿和捏肩 酒店经理小心翼翼地 站在一旁 生怕打扰到面前 这位少爷的雅性 哪怕到现在 她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就在刚才 前台突然给她打电话说 来了一名黑金会员 她晋升酒店经理 满打满算也有两年半了 至今她也没接待过一次 这传说中的最高等级会员 于是 她用出了当年 跑百米冲刺的痕迹 一路冲到了前台 就看到了李花 当看到对方的纳克 她的第一反应是年轻 太年轻 权衡之下 她查询了对方 黑金卡内的用户信息 这一查 差点给她原地送走 系统里确确实实 就是面前青年的姓名 李花 作为子龙国际大酒店的 一名中层管理人员 她对这个名字太熟悉 他们酒店背后的 国际大财阀 京城林氏集团 如今的掌舵人林老爷子 不就是眼前 这位大少爷的外公吗 突然原本满脸 惬意享受的李花表情一僵 将口中酒水 全部涂在了垃圾桶中 呸 两位少女被这一幕吓坏了 几乎是同时红了眼眶 开始不停地鞠躬道歉 对不起少爷 求求您不要生气 我们保证 下次一定认认真真给您按摩 酒店经理吓傻了 李花看见众人的反应 有些哭笑不得 我只是被枪到了 死不了 哦对了 这瓶破红酒不咋好喝 给我换瓶香槟来 好的 您稍等哈 见对方没有动怒 酒店经理这才微微松了口气 连忙转身去取酒去了 感受到肩膀和腿部传来的舒适力道 李花满意地点了点头 目光也随之停留在了两位少女的身上 不错 好了 咱们下去吃点饭 李花有些好笑地开口道 酒店的自住餐厅在七楼 电梯门打开 各种食物的鲜香气息扑面而来 餐厅内很安静 李花唯一显眼的 估计也就是他身边那两位双胞胎少女 惠惠和翠翠 少爷 你想吃点什么 翠翠很有眼色 在陪同李花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后 主动开口询问道 嗯 随便整点吧 好 翠翠甜甜一笑 抱起盘子走向自住区 同样负责服侍李花的惠惠一看着场面 立马坐不住了 少爷 我去给你拿喝的 话音刚落 庶名西装革履的保镖突然从另一间客房电梯中 整齐有序地走了出来 应该是酒店经理专门派遣过来的职业保镖 子龙国际大酒店 中控室 酒店经理一脸紧张地看着监控画面 其中李花正侧着头与惠惠低声交流着什么 不过从李花的面部表情来看 她的心情应该不错 呼 看来派出这对双胞胎是赌对了 酒店经理擦了把额头冷汗 如是重负般长出一口气 突然 一道铃声打破了空气中的安静 酒店经理掏出手机 再看见备注是蔡许回经纪人 喂 要在气楼餐厅搞聚餐 绝对不行 今天有大人物在气楼用餐 下一秒 他直接破防大骂 什么 已经到了 酒店经理怒气冲冲地将手机摔在地上 快步走出中控室 监控画面中 一辆价值百万的奔驰7座商务车 缓缓停靠在子龙国际大酒店的一楼大厅外 蔡旭辉 我爱你 酒店大门口 手举荧光棒和粉丝灯牌的少女们早已恭候多时 车门打开 蔡旭辉微笑着与众人打起了招呼 大家不要打扰到他人哦 哇 我家蔡菜好有素质 那两个女生怎么跟在蔡菜后面 我记起来了 这不是那两个幸运女孩吗 柳如烟与江华华当然听到了这些声音 二人跟在蔡旭辉身后 小女人姿态惊险 戏楼自住餐厅 李化端起酒杯中的香槟一饮而尽 仿佛一瞬间就让人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啊 好高级 突如其来的尖叫让空气瞬间凝固 不少时刻扭头将目光朝着声音处望去 李化也是饶有兴致的歪过头 不过很快 他便没了兴致 因为他看见了蔡旭辉 以及他身后的一种狂热粉 蔡旭辉特意清了清嗓子 随后低声说道 大家安静一点 好 听蔡菜的 然后众人只是口头上答应 随即便又是一顿鸡鸡喳喳 蔡旭辉无奈地摇了摇头 吩咐了生意旁 让其和酒店人沟通 看看能不能包奸 他得到了答复 没有包奸 不是 你们酒店怎么回事啊 粉丝当即在餐厅中对着服务员质问了起来 不好意思 我们不支持聚餐 服务员温声回答道 那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办 这时 姜华华站了出来 想在偶像面前表现一番自己 服务员用着十分认真的语气开口道 你们要保持餐厅内的安静 你什么意思 我们是客人 顾客就是上帝 很好 你们等着 子龙国际大酒店是吧 姜华华说着 拿起手机 一边拍摄 一边念念有词地陈述着所谓的罪状 真吵 不知了角落里的李华实在听不下去了 一把丢掉手中的餐具 就打算拉着脆脆挥挥挥离离开 她是真没想到 在酒店吃个饭都能碰到柳如烟与姜华华这俩人 特别是姜华华那大嗓门 简直如泪灌耳 李华的声音不大 却在空旷的餐厅中显得格外刺耳 蔡旭辉刚刚准备给自己的经纪人打电话 询问酒店这边的情况 就听见身旁的柳如烟和姜华华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 李华 李华双臂一盏将会会脆脆二女搂于怀中 假装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哟 挺巧哈 今天晚上的消费哥买单了 你们吃好喝好玩好哈 说完 李华对着所有人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 然后搂着惠惠脆脆 头也不回地朝向专用电梯走去 此话一出 餐厅里所有食客一双双目光地扫过柳如烟和姜华华 不过很快 就没人扫姜华华了 柳如烟显然气得不轻 分手一事怎么都说不出口 毕竟偶像还在旁边 秋后算账 很快 他就又注意李华怀里那两个容貌似乎不逊色于自己的少女 唯有姜华华道 李华有这么好心 李华别走 你还没陪我手机 别走 姜华华一路小跑过去 李华 我叫你别走 听见没有 姜华华的声音越来越大 扑扇般的巴掌眼瞅着就要拍上李华后背 保镖们终于反应过来 李华淡笑着走进专用电梯 在电梯门即将关闭的瞬间 庶名保镖一拥而上 将足足两百多斤的姜华华致服在地 姜华华被死死扔在地上 像头带载的年珠 松开我 蔡旭辉看不下眼 上前出声道 你好 能不能先把我的这位粉丝放开 反正李华已经安全坐上电梯 保镖们就松开了姜华华 偶像亲自为自己发声 让姜华华心底生起莫名的底气 报警 如烟快报警 电大气客 刘如烟急忙出声安抚道 华华好了 别把事情闹大了 这样对蔡菜的影响不好 好了 大家先就做吧 蔡旭辉对酒店背后的视力大概了解 对于这种情况 她选择稀释宁人 聚餐开始 柳如烟和粉丝团组长 依次坐到蔡旭辉的两边 姜华华则是被安排到了几人的正对面 蔡旭辉和本桌上的女生们聊起了天 如烟是吧 突然 蔡旭辉充满雌性的声音在柳如烟耳旁响起 是的 柳如烟下意识点头道 你们和那个李华认识吗 听姜华华说 她好像对你们造成了财产的损失 我可以联系法务帮你们起诉她 柳如烟挤出一丝尴尬的微笑 想要抛开自己与对方的关系 但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那两名少女的身影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 哎呀 如烟 别扭扭捏捏了 你不好意思说 就让我来说 对面的姜华华突然哐当一声的站起 也不顾柳如烟的反应 直接讲述起了全过程 几乎把李华说成了一个始乱终起的渣男 所有人都下意识相信了姜华华的话语 她真的是我见过脾气最差 心眼最小 还没有本事的男人 姜华华说完 随手端起杯果汁一饮而尽 桌子上的几个女生纷纷出声 替柳如烟打抱不平 太过分了 有没有搞错 她只是男朋友 又不是老公 这种男的不能惯着她 一定要把她曝光出去 蔡旭辉听着几个女生发言 眼睛一亮 大家都静一静 蔡旭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 对于如烟他俩经历的事情 我表示很遗憾 当然 只是大家不要太过分 我们可以曝光她 但不能网抱她 这是犯法的 蔡菜 你放心 咱们一定不会给蔡菜粉丢人的 第一次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 差点没让姜华华感动的哭出声来 柳如烟也是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 对着众人一一道谢 好了 如烟别怕 你背后有我们在 蔡旭辉轻轻拍了拍对方的后背 你是安慰 就是如此简单的举动 却让柳如烟陷入了一瞬间的恍惚 哎对了 如烟 你和华华的钻戒 我看起来好眼熟 这时 蔡旭画风一转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拉到了柳如烟 与姜华华手指上的钻戒 那 柳如烟一愣 有董行的女生 在看见二人的钻戒后 一脸震惊的开口道 我的天 这居然是卡蒂亚专柜柜 那款真爱智商系列的钻戒 柳如烟和姜华华在一旁 也竖起了耳朵 姐妹 绝对不会认错 单枚价值188万 我可都记得清清楚楚 太有钱了 没想到我们蔡菜粉中 居然有此等豪门千金 我给蔡菜粉丢脸了 接二连三的吹捧声响起 听得柳如烟和姜华华 那是又开心又纠结 纠结的是李化 话说这穷小子 真买得起如此昂贵的钻戒吗 今天酒店里来了的大人物 你看要不要带着粉丝们 换家酒店聚餐 不过你们订的总统套房 还有一间 记住晚上别玩太嗨 那大人物的背景十分恐怖 看到这 蔡旭辉的脸色变了 自己怎么开了免打扰 蔡旭辉迫于谨慎 他还是决定带着粉丝 换家酒店聚餐 酒楼 整座酒店 唯一用九个五座房号的 总统套房内 李化接过酒店经理 倒好的香槟 不远处 会会翠翠两姐妹 一个演奏钢琴 一个展示歌喉 酒店经理忐忑不安地开口道 少爷 您喊我是有什么事吗 嗯 其实喊你来也没多重要的是 李化抿了名嘴唇 抬起头 对了 下次不要喊我少爷了这句话 吓得酒店经理的酒精 直接醒了大半 是 剑可以谈正事了 李化缓缓开口道 汽楼今天来的客人 好像还是个大明星 你应该知道吧 酒店经理立马反应过来 您 说的是蔡旭辉 没错 酒店经理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对方果然被蔡旭辉打扰到了 酒店经理挤出了一个 笔窟还难看的笑脸求饶道 李少 是属下没有做好本职工作 等下剑气氛不对 李化急忙出声打断 我的意思是 有彭自远方来 那我们就应该表现出 我们的诚意 就这样 给他们掀开十瓶香槟送过去 最好再下点药 对了 他们订的什么房间 订的八楼的总统套房 把他们全部安排到酒楼来 我给他们腾地方 啊 酒店经理猛了 惠惠和翠翠也猛了 好了 就按我说的做 迅速 李化放下酒杯 罚号施令道 明白 李少酒店经理应了一声 玄机给其他管理人员安排起任务 惠惠和翠翠愣的站在一旁 表情呆滞 心里对李化身份的猜想 再次提升了一个高度 李化伸出一根好看的手指 轻轻点过二女的脑门 今天辛苦你们了 不过 你们年纪感觉比我还小 没上学了吗 二女急忙解释道 少爷 您误会了 我们只是在酒店当服务员 是为了赚点生活费 对对 这俩姐妹花原本是做服务员的 这不接儿听说他俩大学 抱的护理专业 懂点按摩的门道 就让他俩来了 酒店经理跟着在旁边附和道 护理 李化开口道 怪不得刚才按摩完 浑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感 李化嘱咐了一具酒店经理 随即起身向门外走去 对了 这俩小丫头也辛苦一天了 那两瓶还没开的香槟 就奖励给他们吧 好嘞 李少 我送您 二女文言 差点激动地喊出声来 公路上 一辆价值百万的劳斯莱斯 及时而过 子龙国际大酒店 最高级别贵宾的专用接送车 车中 李化神情慵懒地靠在后座上 目光时而欣赏窗外风光 时而看看手机上的时间 时间来到九点 愣 差不多了 李化突然坐起身 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 传来一道严肃的声音 喂 你好 这里是江城治安局 你好 我要报警 李化的声音平静不失礼貌 有人组织不法聚会 主谋叫蔡旭辉 现在应该就在子龙国际大酒店 酒楼总统套房 酒店经理这才一脸惊恐地扭过头 少爷 您把咱家酒店举报了 挂断电话 李化摇了摇头 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容 耐心解释道 不 是我们酒店举报了犯罪分子另一边 酒店七楼自住餐厅 几轮推杯换展 在场不少女生都红透了脸颊 重要的是 他们已经隐隐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一样 蔡旭辉也喝了不少 那种浑身燥热的感觉 他同样感受到了 只见他不动声色地伸手招来一个助理 问道 今天的药是不是下猛了点 助理很快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连忙解释道 还是按照以前的计量下的呀 但是我专门留了一瓶没下药的给你了 蔡旭辉皱起眉头 自言自语道 难不成弄错了 蔡菜 这时 柳如烟突然出声 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蔡菜 我真的好喜欢你啊 我今天一定要把最美好的自己献给你 说完 柳如烟直接往对方怀里一歪 不料被蔡旭辉反应急快地躲开了 好了 大家都有些醉了 该回去休息了 好 助总统套房 谢谢蔡菜 我爱你那么大 走吧姐妹们 我都有点等不及了呢 蔡旭辉看着一众迷离少女 嘴角的笑容再也掩饰不住 来 快 搭把手 把姑娘们都送到酒楼套房休息 第二天凌晨 两条热搜突然空降各大媒体平台 在互联网上掀起滔天巨浪 江城警方于昨晚成功破获一起案件 主谋一次当红男星蔡旭辉 震惊 少女婚纱追星 男友因此提出分手 渣男理化 今晚有大事发生啊 蔡旭辉 真牛啊 桂圈真乱 姐妹们 蔡菜一定是被冤枉的 我们要站出来为她发声 第一 蔡菜是被冤枉的 第二 死渣男 天打雷劈 蔡菜怎么会是那种人 迟早会迎来反转 就在无数吃瓜网友 准备看场好戏的时候 一股恐怖的力量突然出现 将各大媒体上的热搜给压了下去 随后 蔡旭辉工作室发布公开声明 表示此事与蔡旭辉本人无关 戏工作室旗下一名助理 滥用私权所为 现等待后续审理 就这样 蔡旭辉被捕事件在一夜间被平息 原本排在热搜榜第二的李化事件 瞬间冲上了热搜第一 而且节奏愈演愈烈 而李化此时正在一架航班的头等舱里 惬意品尝着咖啡 李少 您要不要吃点什么 突然 一名身自恶弄的女子款款走来 从她的胸牌可以看出 这是一名成务长 李化礼貌一笑道 牛排气氛熟 谢谢您烧等 成务长甜美一笑 转身带起阵阵香风 等到成务长端着牛排回来 李化就开口了 你们有人会按摩吗 一万块钱一小时 有没有人想赚点外快 此话一出 众人都愣住了 李少 我会 李少 让我来 七嘴八舌的声音 让空旷的机舱平添了几分火热 李化无奈地摇了摇头 行了 都别争了 一起上吧 李化大手一挥 十分豪爽地掏出一张银行卡 啪的一声拍在桌面上 伴随着众人的欢呼声 李化逐渐被淹没在了快乐的海洋 清晨 一架航班稳稳降落在了帝都国际机场 作为包下整个头等舱的男人 李化自然是享受到了优先夏季的待遇 这时 一辆奥迪从远处急速驶来 瞬间吸引了不少人的注目 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牌照 就在旅客们感慨万千的时候 那辆奥迪稳稳停在了李化面前 车门打开 走下一名模样颇为年轻的青年 表弟 李化眉头一挑 看着面前这张熟悉面孔 微微愣了下 李明表哥 嗨 才多久没见 都长这么帅了 李明激动的上前一把搂住李化的肩膀 言语中带着几分热气 驶出机场 李明开始和李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天来 表弟 听我家老头子说 你暑假在江城打了两个月暑假工 嗨嗨 这倒不是 主要是想磨砺一下自己李化摸了摸鼻子 表情有些尴尬 嗯 不错 不愧是咱老李家未来的继承人 李明一路上飘飘扬扬扯了一大堆 李化在旁边听的嘴角都快抽歪了 不过一想到自己那个前女友 她就突然想起自己昨晚拨打的报警电话 估摸着时间 现在也应该报道出来了 想到这 李化立马掏出手机 下一秒 她愣住了 热搜榜上前五条热搜几乎迢迢都提到了她的名字 李化 热搜榜 曝光 渣男名为李化 据爆料 渣男李化疑似出轨 婚纱追星事件 惨遭男友分手事件光 万人血疏 只有严惩渣男 去世无数小仙女们的口诛笔伐 渣男 真该死 早有预谋的分手罢了 下头男 死渣男 真是癞蛤蟆玩青蛙 长得丑玩的花 李化准备给酒店经理打个电话询问一番 结果入眼又是刷屏般的未接电话 突然手机开始震动 李化直接打开了飞行模式 看来八成是柳如烟和姜华华这俩人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 李化目光一沉 心中仿佛有团汹汹烈火开始燃烧 一旁的李明听到对方的声音 立马侧过头询问道 怎么了表弟 网爆李化皱起眉头 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 谁知李明一听这话 不计反乐 甚至高兴的差点蹦了起来 这太好了 李明开口解释道 表弟 我不是说对你太好了 我是说对我太好了 嗨嗨 也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的 我不是前两年也没做出什么事实 要想升迁 就必须搞点成绩出来 所以 我就把目光放到了互联网 现在的情况是你被造谣了 只要你说句抑郁了 我再往整顿互联网的方案里一架 你爹他都不可能做事不管 这 李化一时有些预测 行吧 表哥听到这话 李明瞬间激动的无与伦比 看向李化的目光更是冒着绿光 那行 正好 我有个兄弟今天回帝都 咱俩一起去 就当哥请你了 得到了李化的应语 李明那叫一个开心 李明带着李化在市区兜兜转转逛了快一个小时 最后才将车停在了一处幽静的小胡同外 我那朋友也快到了 咱先进去点菜 二人刚下车 一名身穿旗袍的年轻女子就热情迎了上来 二位有预约吗 李明 李明随口报出自己的名字 好的 二位里面请 旗袍女子在听到李明的名号后 眼神一亮 连忙领着二人朝胡同深处走去 李化默默跟在最后 目光时不时打亮着周遭环境 旗袍女子带着李化二人静止走入一间包厢 里面的奢华程度更是难以令人想象 真正意义上的奢华 挨不及感慨 李化就在一名服务员小姐姐的引导下落座了 请用茶 这时 身穿旗袍的服务员端上来了一杯茶水 好喝完茶 开始点菜 李化对于吃的要求不高 无论李明怎样询问 他都只有两个字 随便 期间 他还给酒店经理打来的电话 询问昨晚蔡旭辉等人有没有被警方抓到 酒店经理只说了四个字 人赃并获 得到肯定的答复 李化立马登上斗音搜索起了有关蔡旭辉的最新消息 很快 一条辟谣消息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 好一个黎猫换太子李化微眯起双眼 声音有些低沉冰冷 既然你们先出签 李化端起茶水清理一口 清秀俊朗的脸庞上闪过一抹自信 李明虽然在点菜 但余光却时刻注意着自家表弟的表情变化 混迹官场多年的经验告诉他 娱乐圈和互联网要地震了 表哥李化突然出声 把李明吓了一跳 咋了 表弟 你有没有律师的朋友 李化一脸认真的询问道 听到这话 李明愣了一下 对方这是要打官司 不过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 巧了 今天来吃饭那家伙就是律师 李化淡淡一笑 眉宇间多了几分轻松 他已经打算好了 先为自己辟谣 幸好柳如烟一年来都没存过自己的照片 不然连出门都是的大问题 只要屁完谣 其他的一切都好说 柳如烟 姜华华 还有蔡旭辉及其背后资本 迟早要被他一一清算 这时 包间的大门被打开 李明眼前一亮 刘昊 终于来了 你小子又偷偷摸摸自己先把菜点了是吧 一名身穿得体系中的白金男人笑呵呵地走了包间 在其身后跟着一名绝美女生 李化看着来人 莫名感觉眼熟 这她们不是自己学校那个冰山笑花刘珊珊吗 说起来 她们两人还真有过一次交集 还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 自己和柳如烟 姜华华几人在操场上玩真心话大冒险 结果这俩娘们不将武德 合伙出千 主要是还被她识破了 可能是气急败坏 姜华华突然蹦出来一句 我们这是在考验你对如烟的爱 你明明可以选择视而不见完成惩罚 为什么非要揭穿我们 经过二女商讨 最后定下一个惩罚 跑操场 二十圈 还说什么这样可以考验她对陆如烟的爱 锻炼意志力 这一次 真的差点把她跑废了 整整二十圈 等她双眼发黑地跑完全程 二女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了塑胶跑道上 就在这时 一瓶矿泉水递到了她的面前 刘珊珊 她怕喝了人家的水会让柳如烟误会 结果就拒绝了对方的好意 结果姜华华第二天发了一条朋友圈 是自己围着操场跑的视频 特别是前身记忆与情感的保留 导致李华刚刚穿越的时候受到了她的影响 居然还对柳如烟抱有一丝感情 但是二人的性格终究不同 李华也不是舔狗体质 柳如烟的反复作死 现在的李华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 报复 她李华 从来不是什么善人 哟 希克啊 珊珊也来了 李明的声音将李华从思绪中拉回 李明哥好刘珊珊很有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同时 目光也注意到了李华 这个男生她记得 因为对方是从小到大第一个拒绝她的男生 所以她对李华的印象极为深刻 倒是深情 可惜看错了人 这是刘珊珊对李华的评价 见刘珊珊的目光有些呆滞 李华明白 对方肯定是认出自己来了 索性起身打了声招呼 笑话 别来无恙了 此话一出 瞬间引起了李明和刘昊的注意 你认识人家珊珊啊 刘珊珊回过神 几乎是和李华同时出声道 一面之缘 李华急忙扯了拒 那啥 上次实在不好意思啊 没事 刘珊珊低着头 看样子有些腼腆 突然 刘昊后知后觉起来 刚才李明管对方喊表弟 刘昊抿了名嘴唇 向李明询问道 这位小兄弟看起来一表人才 嗯 你就不介绍下 听到这话 刘珊珊抬起头 美目也随之落在了李华那面庞上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对方好像叫李华 哎呀 看我这机型 李明猛的一拍脑袋 表情有些哭笑不得 急忙给众人介绍了起来 这位是京城白家的公子 兼我的好哥们 刘昊 这位是他妹妹 刘珊珊 然后 表哥 我还是自己来吧 我叫李华 李明说我表哥 刘珊珊虽然惊讶 但好在心中早就有了猜测 反观刘昊 只见他笑着端起茶杯 与李华轻轻一碰 原来小兄弟也是李家少爷 以后珊珊一个人在学校 还麻烦李少多照顾照顾 从李华说出名字开始 他就已经把对方默认成了 李家某位旁戏少爷 至于嫡系 那一位可是从来没有公开 出现在世人面前 哥 人家有女朋友 啊 没事 你们可以当兄弟啊 刘珊珊 等一下 李华突然出声 怎么了 小兄弟 刘昊一脸不解地询问道 李华轻了轻嗓子 表情愈发认真 我没有女朋友 也不对 准确来说是被告女友便被告 这 刘昊脸色一僵 一旁 刘珊珊若有所思地猝起眉头 李明主动开口缓解起了气氛 说真的 珊珊和我这个表弟 还是有点缘分的 怎么个有缘分法 刘昊皱着眉头询问道 身旁的刘珊珊也跟着歪起头 李华也有些不明所以 你确定要听不 李明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 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刘昊 刘昊只感觉心中咯噔一下 阴阴感觉有些不妙 不等刘昊回话 李明大手一挥 将在场的所有服务员都驱赶了出去 表哥你这 李华有些无奈 他已经隐隐猜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幕 好了 表弟 表哥再不给你说两句 人家珊珊估计要把你当成顽固了 李明一脸认真的开口道 我哪有 刘昊一脸哭笑不得 刘珊珊这时突然开口 为李华说起话来 其实李华在我们学校是出了名的 深情 所以可能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李华听到这话 心中不得不说真有点小感动 好了 李明突然出声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说说看啊 我妹和李绍怎么个有缘分法了 好奇心驱使刘昊忍不住再次开口 反正李明不会害了她 刘珊珊也竖起了耳朵 十分疑惑自己与李华有什么缘分 只见李明端起茶水前饮一口 这才满脸严肃的凑上钱 其实当年我表弟刚出生的时候 你们家老头子就亲自抱着珊珊 跑上门来订娃娃亲 可惜还没轮到他进门 就被我表叔全部劝回去了 你说 这算不算缘分 什么 什么 两道充满震惊的声音同时响起 正是刘昊和刘珊珊 刘昊颤抖着声音开口道 那这么说 这位李华小兄弟 李明索性直接挑明 没错 让我隆重介绍一下 大家眼前的这位 我表弟 李华 呵呵 都是虚名李华十分事实地补充了一句 哄 一记闷雷在脑海中乍响 震得刘昊与刘珊珊两人脑瓜子里嗡嗡的 瞬间空白一片 李华 李华 刘昊嘴中喃喃面倒着李华的名字 原来如此 相比于刘昊的震惊 刘珊珊的反应则是怀疑人生 刘昊和李华是初次见面 但他不是啊 甚至在学校的时候 自己还与李华有过接触 那些关于李华的事迹自己也听过不少 都是朋友 不必这样大惊小怪 李华出声 李明在一旁拍了拍手掌 啪啪啪 包间门被打开 一位位身穿旗袍的服务员捧着各式菜品相继走了进来 上菜过程中 刘昊和刘珊珊一直处于沉默状态 珊珊 你们什么时候开学啊 啊 我们是月底开学刘珊珊十分小声地说了句 既然你和李华都是一个大学的 到时候开学你们可以一起去啊 是不是 李明说着就朝刘昊地区了个眼神 啊 对对 可以一起去 一起去 刘昊连忙挤出一丝微笑 跟着附和道 李华满脸无语地看着面前一唱一课的二人等于 那个我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李华有没有时间 这时 刘珊珊说话了 看着李华 李华愣了愣 心中颇为意外 稍微思索片刻 李华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手机 时间自然是有的 加个联系方式 嗯呢 刘珊珊很快也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并与李华交换了联系方式 喜提笑话的联系方式 李华并没有感到有多激动多开心 不过话说回来 刘珊珊长得确实水嫩漂亮了 好了 大家伙吃饭吧 李明假装无意间提了一嘴 表弟 你最近要打官司对吧 是不是你前女友的事 老刘可是金牌律师 你可以咨询一下他 刘昊瞬间来了精神 立马开口道 小兄弟 你说说看 没准我能帮上忙呢 来不及等他继续开口 李华便放下了筷子 目光一向正用纸巾擦拭嘴角的刘珊珊 却有此事 小逼笑话在学校里也听说过我的事迹 李华的语气格外冰冷 刘珊珊被吓了一跳 纸巾直接掉在了地上 刘昊和李明的心 在此刻同时被提到了嗓子眼 眼前的李华表情冷漠 哪里还有先前阳光少年的温和模样 我只是听过些传闻 并不知道具体的事情 刘珊珊颤抖着声音解释道 李少 冷静一下刘昊咽了咽口水 起身劝慰 忽然 李华自嘲地笑了 眼底不留痕迹地闪过一抹痛苦之色 这细微的一幕 紧紧被眼见的刘珊珊捕捉到了 哈哈 你们可能不相信 我居然用一年多的时间 干了这辈子最蠢的事 是我自作多情 李华说着说着就低下了头 片刻之后 他猛地抬起头 直勾勾地盯着刘昊 你说诽谤造谣和侵占他人财产 应该判多久 这个 只有数额巨大才会量刑 刘昊皱着眉 开口道 单价188万的钻戒 两眉 算不算数额巨大 随着李华疑惑的声音响起 在场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一讲 刘昊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动了动嘴唇 这已经算是数额特别巨大了 李华冷冷一笑 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向众人挑明了 刘老哥 我希望你可以作为我的代理律师 刘昊听到这番话 呼吸猛的一致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李家少爷的人情 就凭这一个人情 他们白家起飞就已经止日可待了 老弟 你放心 这件事我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对了 表哥李华淡淡一笑 目光转至李明的方向 嗯 怎么了表弟 你说 李明见自己被提到 也不管对方想干什么 直接就拍起了胸脯 没什么 就是多谢你帮我引荐的刘老哥 就连刘珊珊都忍不住捂着小嘴笑了起来 见饭桌上的气氛越发活跃 李华感觉自己还有邪恶 于是吩咐服务员再上一轮菜 下午吃完饭 李华被李明送回了家 其实指的是李华名下 一桩位于郊区的独栋别墅 呼 你这别墅可真气派 我感觉自己又要酸了 大门打开 一名身穿管家制服的老者走了出来 少爷 您回来咋不通知一下我啊 我好去见您啊 哈哈 没事福伯 这不是我表哥把我送回来了吗 表哥 要不要进去坐坐 李华捏起篱笆的一朵小花 回头询问了一声 不了 别忘了任务啊 好在得到李华肯定的答复 李明这才心满意足的驾车离去 这时 福伯一脸关切的开口道 少爷饿了没 我去吩咐厨房给你烤两块牛排 李华嘴角一抽 急忙开口道 不饿不饿 我刚吃了饭 一点都不饿 放心好了福伯回到房间 李华第一时间做的就是把门关上 然后反锁 福伯的性子 他太明白了 操不完的心 现在就该我先出面澄清一下了 但愿有用 先发个澄清视频 愣 只编辑文案 不露脸 李华将自己进入演唱会 到在酒店遇到柳如烟他们期间的事情 大概描述了出来 然后再略微剪辑一番 发布 视频发布成功 李华迅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点进了评论区 算是正主出面发声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心眼的男人 渣男 死到临头还在嘴硬 你就等着被人肉出来吧 李华快速扫过评论 一条条回复显然不可能 那就直播统一回复 于是 李华在自己账号中发布了条顶制消息 今晚八点 自证清白 我去 你别说这下头男还真有勇气 忙才一个月后直播带货 我可以作证 我们那时所有人都看见了 踏搂着两个小姑娘进入电梯 对对对 我也可以作证 现在我们要为姐妹发声 网爆渣男 对 网爆渣男 京城市区某栋豪华别墅内 柳如烟正看着手机 一旁的江华华不由的出声询问 怎么了 如烟 怎么还不去洗澡啊 别一会儿让蔡蔡等急了 等一下 我在看李华发的澄清视频 什么澄清视频 这时 蔡旭辉端着杯红酒 漫步走到了柳如烟面前 低头一看 手机中正播放着一条 只有文字的视频 这是如烟你前男友发的 嗯 柳如烟点了点头 小声应道 你前男友还挺有勇气的 谁会信他 不过这样也好 事情越闹越大 热度才会起来 这样咱们就可以名利双收 那 蔡蔡 你答应我的还算数吗 这时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眼神中涌起一抹期待 蔡旭辉自然明白 对方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于是点了点头 等这件事过后 我把你捧成网红 日后进入娱乐圈 也不是没有可能 真的吗 那我呢 蔡蔡将华华突然凑了上来 你作为关键证人 放心好了蔡旭辉眼底 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厌恶 这时 柳如烟说话了 可是李化今天晚上要直播自证 可以 到时候他直播 我们也直播蔡旭辉想都没想 就指使道 蔡蔡你真好柳如烟感动不已 起身紧紧抱住蔡旭辉 晚上八点 李化准时开启了直播 无数网友在第一时间涌入直播间 李化依旧没有选择露脸 而是将摄像头对准了房间内的摆设 而广大网友在看见画面中装修豪华的房间后 也是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震惊 这是哪儿 装修这么豪华 这大吊灯 不是前几年帝都拍卖会上的那展吗 这家伙住这么好 却只能买那么便宜的婚纱 渣男实锤了 实锤 李化出来说话 渣男 连迈对质 他不敢了 他心虚了 李化深深吸了一口气 正准备说话 就看自己后台蹦出一条弹窗 蔡旭辉深情与您连线 李化点击了同意 好了 连线接通了 现在我们让当事人如烟小姐姐 与闺蜜江华华上麦吧 大家请放心 我一定会为两位小姐姐讨回公道的 画面中的蔡旭辉温柔异笑 言语间充斥着一种强大的自信 而下面的弹幕也是十分统一 齐刷刷全是夸赞蔡旭和贬低李化的 公道 事情发展到这 李化也失去了耐心 直接毫不留情地嘲讽了起来 李化 你凭什么和我提分手 李化 我的手机你还没赔 李化果断选择过滤点江华华的狗叫 然后向柳如烟发出灵魂拷问 你穿婚纱去追星 我接受不了 你也不听我的意见 所以我选择分手有问题吗 这句话说得滴水不漏 柳如烟愣了一下 一时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 人家如烟是为了青春 你就不能理解一下吗 听到这话 李化乐了 果断反击道 那有的人二十岁就死了 你怎么还不去死 江华华气得怒骂了一句 底下弹幕跟着刷起了 下头难 真没素质 李化继续出声询问柳如烟 你说我出轨 请问你的证据呢 我就是证据 那天参加后援会的粉丝们都是证据 我可以用我的人品担保 我们确实亲眼看见 你和两名姐妹在酒店中亲亲我我 不等柳如烟说话 蔡旭辉就站了出来 这就是证据吗 那我还看见你和一群女粉丝 在酒店里亲亲我我 试完一起上了酒楼套房 哦对了 我也有证据 那天酒店里的监控和工作人员们 都是证据此话一出 屏幕对面的蔡旭辉猛了 柳如烟和姜华华都猛了 不过他们很快就反应过来 并且笃定李化在实诈 一想到这 蔡旭辉几人的底气就更足了 呵呵 空说无凭 我蔡旭辉行的端 站得正 有本事你把所谓的监控放出来 就是 李化你不要不知好歹 往人家菜菜身上泼脏水 李化自然不怂 李化看着弹幕 嘴角不经意间勾起一丝嘲讽 随后他就将自己的地址 直接公布在了直播间 直播间的喷子们叫嚣着 现在就出发 让李化在家里好好待着 哪里别去 拿不出监控 就是没有证据了 只会一张嘴说 要证据一个都拿不出来 真的吓头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嘴硬 你这个死渣男别跑 姐妹们和我一起冲 地址是真的 我跑了 我是狗 你们没来 你们是狗 就这样 别的就不和你们说了 欢迎各位前来做客 李化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 最后拉了不仇恨后 便光速下播 画面陷入黑屏 蔡旭辉那边也退出了连难 但是李化的那句 暂时拿不出来监控 他们可记得清清楚楚 看见没 如烟 这家伙就是在虚张声势 蔡旭辉笑呵呵的 搂过柳如烟 脸上一副胜券在我的神情 猜猜 现在节奏这么大 要不我们直接公开宣战渣男 这样的话热度是不是 还能提升一个档次 蔡旭辉听到这话 当即眼前一亮 华华这个主意可以 为受害者发声 宣战渣男 没准还能把我塑造成正义使者 就这样办 我这就发布消息 下播后 李化第一时间掏出手机 接连拨出去了三个电话 喂 老爹 有人造谣我是渣男 还网爆我 现在人家要来我的郊区别墅整死我 到时候看你咋给爷爷交代吧 李化语速极快的说完 也不等对方继续开口 就挂断了电话 啪哒 然后第二个 喂 外公 我被人网爆了 啪哒 最后一个电话是给李明打的 表哥啊 还记得白天咱俩说的是吗 恩对 计划有变 今天晚上要辛苦你一下了 证据是监控 我一会让酒店经理发给你 啪哒 挂断电话 李化如是重负般 常常呼出一口气 过了片刻 他在眼底闪烁起一道冰冷的寒光 蔡旭辉 柳如烟 姜华华 还有你们这帮键盘侠 与此同时 京城郊区 地面上 全副武装的警察将别墅四周团团围住 任何路过的车辆与行人 全部要被拦了下来接受检查 第二日 一则热搜空降各大媒体头条 被网爆青年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京城少爷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就是李化的外公 临时财阀的掌权者 就是将李化的身份送上热搜 这也是李化要求的 李化要的从来不是什么稀释宁人 毕竟自己没做错 很快 李化就在抖音上回应了蔡旭辉的宣战行为 回应只有八的字 铁证如山 不死不休 只有一些脑残粉还在继续洗 我永远站在蔡蔡这边 我家蔡蔡怎么可能会错 不会真有人信这个渣男李化吧 京城 石郡总部 李小花质问起眼前的蔡旭辉 你敢说这两件事是巧合 李总 我已经再三打听过了 这个李化只是个一穷二白的大学生 蔡旭辉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急忙补充了一句 这些都是从他前女友和闺蜜口中得知的 这些事情确实是他从柳如烟和江华华口中得知的 蔡旭辉可不敢拿自己现在这点体量 去与那些站在权力与财富巅峰的大少爷们做比较 听到蔡旭辉的话 李小花陷入了沉默 蔡旭辉给出的理由 想到这里 李小花将目光看向了身旁的秘书 查到没有 京城有几个理性大族 谁知 此话一出 秘书的脸色立马就变得难看起来 董事长只查到了一个 哪个 李小花皱起眉头有些惊疑不定道 秘书点了点头 伸手朝着天花板指了指 轰 得到秘书的肯定回答 李小花只感觉脑海中有一剂惊雷乍响 轰得他大脑一阵嗡鸣 怎么可能 不可能 蔡旭辉也坐不住了 急忙起身询问道 李总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李小花此时哪里还有心情给对方解答 没有一巴掌山飞面前这个小鲜肉 都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力气 眼下 只能祈祷网上那些关于李化身份的消息 是假的了 想到这里 李小花深深吸了一口气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对着蔡旭辉怒吼道 滚出去 你个王八蛋 蔡旭辉被这一嗓子吼猛了 不等他反应过来 几名人高马大的保安就从门口走了进来 蔡旭辉看着保安波鱼般大小的拳头 直到现在 他都是猛逼的 发生什么事情了 等一下 李总 你听我说 滚 把他给我丢出去 总部大楼外 一支车队从远处缓缓驶来 停靠在了路边 车门打开 车上走下李明一行人 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李明自然不会放过 李明大手一挥 网报调查小组便浩浩荡荡地走进大楼内部 另一边 电梯门打开 一个身影被几名保安从电梯上扔了下来 因为此人正是公司的当红小生 蔡旭辉 连蔡旭辉都被赶下来了 估计公司要变天了 蔡旭辉这段时间炒作的时候 好像惹到了某个大人物 公司招惹不起对方 这些话却一字不落地传入了蔡旭辉的耳中 什么 怎么可能 蔡旭辉满脸痛苦地站起身 浑身骨头宛如散架般传来阵阵剧痛 但现在他顾不得这些了 特别是李小花今天对他的态度 已经让他深深怀疑 自己被公司舍弃了 蔡旭辉强挤出一丝微笑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以给我透露一下吗 昔日的蔡旭辉 那可是舞台上的明星 但眼下 虎落平阳 过了片刻 终于有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妹子开口了 那个蔡菜啊 我们也是听到了一些传闻 你别往心里去啊 不等蔡旭辉继续追问 突然 大门外发出一声巨响 蔡旭辉下意识扭头望去 只见几名身强体壮的保安 连滚带爬的从门外跑了进来 在他们身后 是一名身穿紧服的中年人 所有人 双手抱头 蹲在原地 不远处 正老老实实蹲在前台旁边的蔡旭辉 此刻人都麻了 突然 蔡旭辉感觉额头 好像被什么冰冷的印 雾顶住了 蔡旭辉下意识缩了缩脖子 但那冰冷触感更明显了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结果发现 我 我这 蔡旭辉都要被吓哭了 他只是一个艺人 哪里见过如此真仗 呵呵 你就是蔡旭辉吧 居然还能犯下这么大的案子 明晃晃的引手镯 就被牢牢烤在了蔡旭辉手上 以至于蔡旭辉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就被缉拿归案了 就在这时 李明一行人也从大门口 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 蔡旭辉也终于鼓足勇气 畜生询问道 请问我究竟犯了什么事 怎么如此兴师动众地来抓我 李明听到声音 下意识扫过一眼 正老老实实蹲在地上的蔡旭辉 见对方满脸不解 于是主动开口提醒道 嗯 李化你认识吧 李化 听到这个名字 蔡旭辉的瞳孔猛的一紧 对 李化 别急 你一会儿就能和他见面了 李明说完 脸上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笑容 蔡旭辉看到这个笑容 只感觉一股冰冷的寒气 顺着自己的后背冒上了头顶 不多时 李小花的身影便出现在了电梯中 不过没有被烤上银手桌 李小花看去 很快就发现了正蹲在地上 微微颤抖的蔡旭辉 她犯了什么事 方便告知吗 告知倒是方便 一人蔡旭辉涉嫌造谣诽谤等多条罪名 现证据确凿话音落下 李小花沉默了 她没想到官方居然这么快 就掌握了蔡旭辉的犯罪证据 一股无名之火从心底生气 李小花咬起牙三步并做两步 气势冲冲的上去就是一脚 蔡旭辉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人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后 撞在了前台的柜子上 李小花觉得不够解气 还准备上前补刀 好在身旁的两名治安员拦住了她 这才没有让蔡旭辉再受皮肉之苦 动不了手 李小花只好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 借此发泄内心的怒火 这时 李明拿着自己的证件走上前 你好 我是调查小组副组长 李明 后面几天 还希望贵公司能够好好配合 我们调查小组的调查工作 调查小组 副组长 想到这里 李小花开始疯狂运转大脑 寻找破局之法 嗯 李总 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没事 说出来 调查小组一定会为你做主 李明看热不嫌事大的好心提醒到 我 李小花脸色一苦 那个我想打个电话 可以吗 行 打吧李明似乎已经看穿对方所想 直接大方的应允道 果不其然 在李小花拿出手机拨通某个号码后 对面几乎是同一时间 响起了以关机的提示音 就在这时 一道张狂的声音在大门处响起 你算个什么东西 众人被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 不是因为声音大小 而是因为其中的内容 李明听到声音 满脸惊讶地扭过头 表弟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李家少爷吗 除了以李明为代表的调查小组以外 所有人都下意识低下了头 见大家都不吱声 李花索性亲自走到了蔡旭辉面前 呦和 这不是大明星吗 李花蹲下身子 笑盈盈地说道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李少 都是柳如烟和姜华华 都是他们两个贱人 是他俩要网抱你的 李花笑着拍了拍对方的脸庞 结果发现沾了自己一手白粉 当即感觉整个人就不好了 你这脸上抹的粉 砸比我家墙上刮的膩子还厚 出来混 挨打药力证知不知道 来人 给我把他脸上的膩子给我扇干净 李花接过浮薄递来的湿巾 起身对着身后保镖吩咐道 是 李少 保镖团队在得到命令后 一拥而上将蔡旭辉死死按住 开始轮流赏其大嘴巴子吃 李小花脸色惨白的闭上双眼 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蔡旭辉原本精致的脸庞上 多出来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巴掌印 李小花自然听到了这句 看似无意间的调侃 不行 我不能坐以待毙 不知不觉间 她的拳头已经钻得紧紧 送走了蔡旭辉 李花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就放在了李小花身上 李小花膝盖一弯 直挺挺地跪了下来 扑通跪倒在地 李小花深深刻了一个响头 李少 不等对方把求饶的话说完 李花甩手一巴掌将其打断 行了 今天就到这吧 做完这一切 李花若无其事地拍了拍手掌 表情淡漠地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 状况突发 李小花满脸怨毒地从袖口处摸出一把匕首 朝着李花背影抱起发难 既然你不让我好活 那老子就拉你一起颠背 李明和赵东山大惊失色 急忙冲了上去 李花疑惑地扭过头 只感觉眼前寒光一闪 紧接着是一记闷声 一道身影被掀飞了出去 砰 众人的目光在短暂待之后 迅速聚集在了李花身边 那位穿着唐装的老者身上 李花僵硬地扭过头 看向身旁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 福伯 您老人家还会武功 他可是亲眼看见对方出拳将李小花轰飞 谁知 福伯只是与其悠然道 少爷 我只是平常爱打打太极 何来会武功一说呢 众人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了李小花身上 所有人都想知道 这个感魔杀李家大少的李总 最终会落得一个什么下场 而当事人李小花 此事早已陷入昏迷状态 表弟 这怎么处理 李明走了过来 询问其李花的意见 怎么处理 就在李花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人帮他做出了选择 渐渐地 哭声愈演愈烈 一些心里脆弱的人已经开始苦苦哀求 希望李花能够放过他们一马 李花将这些人的反应尽收眼底 心中盈盈有些触动 整理好情绪 李花快步走向前台 拿了一瓶矿泉水回来 李花将瓶盖拧开 把瓶子里的矿泉水 尽数倒在了李小花头上 经过冷水洗头这一次机 李小花也渐渐从昏迷中转省 我李花 从来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李花扫视了一圈大厅 随手将矿泉水瓶砸到了李小花脸上 李小花这时也回过了神 目光中写满了不可思议 李花捡起地上的匕首 目光时不时看向李小花的右手 刚才你拿刀子的是右手吧 听到这话 李小花几乎是下意识地收回右手 李花冷冷一笑 手中匕首带着破空声陡然斩下 血光一闪 伴随着李小花杀猪般的惨叫声 惨叫声戛然而止 但看李小花那猙獰的表情 就知道他现在承受的痛苦有多大 轻轻擦去匕首上的血迹后 李花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 正处于目瞪口呆状态的李明 自家表弟什么时候这么狠了 李花转身地带着众人朝着大门口走去 李明默默点了点头 将对方说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离开 XXXX 李花直接让扶泊江车 开到了市区的某处别墅小区 小区外 刘浩与一众工作人员早已恭候多时 简单寒暄之后 李花将目光投向远处的一栋别墅 那里是蔡旭辉的私人别墅 柳如烟跟江华华二人近日就住在其中 李花打开斗音 点进了柳如烟的直播间 直播间里 柳如烟与江华华二人 正在极力澄清网上 关于李花身份的爆料 家人们 谁懂啊 我闺蜜和李花谈了这么久的恋爱 她是什么家境我们能不知道吗 怎么可能是京城大少呢 她在厉害 能有我家菜菜一般厉害吗 笑死了 下头难 防管快给踢出去 李花看到这默默收回了手机 嘴角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嘲弄 刘浩注意到对方的表情 上前小声道 江老弟 那我们现在 李花扭头看了刘浩一眼 轻声吐出两个字 抓人别墅中 江华华说的有些口干 转身拿着矿泉水喝了起来 柳如烟见状 立马凑到了镜头 然而下方的一条弹幕 却吸引了她的注意 雪豹你太美 XXXX的总部大楼被查封了 你们知道吗 作为蔡旭辉的铁杆粉丝 柳如烟肯定知道XXXX的存在 那可是华国娱乐巨头 蔡旭辉被靠的大资本 于是 她当即对着那位雪豹你太美 网友开启了怒对模式 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 我看你和华华说的那些人一样 都是李华请的水君 柳如烟看着那位网友发的弹幕 差点忍不住笑出来声 说话要讲究证据好吗 知道XXXX是什么样的存在吗 京城娱乐圈的半壁江山 你能不能回去跟你雇主李华说一下 下次造谣打个草稿说完 柳如烟立马让房管 把那位雪豹你太美网友请了出去 而蔡旭辉 则是她心目中的神 眼下 只要自己把李华狠狠踩死 蔡菜就会对自己刮目相看 以后转正也就不是没有可能 想到这里 柳如烟的心愈发激动 急忙在屏幕面前继续吐槽起了李华 姐妹们 你们是不知道啊 李华这个人有多可恨 我柳如烟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虽然她给我买礼物是应该的 毕竟我是她女朋友嘛 但是我还会在心目中记得她的好结果 就因为我穿着婚纱参加蔡菜演唱会 她就要分手 说完这句话 柳如烟将目光重新放在了弹幕上 不出所料 弹幕里面全是齐刷刷的咒骂之语 给柳如烟竖了个大拇指 柳如烟欣然接受 眼底的笑意更是快要掩饰不住了 开门就在这时 大门被敲响 门外更是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柳如烟下意识与江华华对视一眼 显然 两人都听出了声音的主人 李华 这时 敲门声再次袭来 柳如烟的胆子小 不敢说话 只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江华华 江华华何曾不害怕 一开始她还想装作屋里没人 先把对方糊弄过去 然后报警 开着直播 李华应该不敢乱来吧 想到这 江华华心里突然有了底气 一把拿起手机冲向了门口 家人们 你们不是好奇李华长什么样吗 现在敲门的就是 如果发生什么危机情况 姐妹们一定要及时报警啊 江华华对着摄像头小声嘀咕了两句 随后捏手捏脚地走到门边 此时 直播间内的水友们都打起来了十二分精神 其中就包括蹲守在直播间的刘珊珊 李华不会真的带人去报复吧 柳软的粉色大床上 刘珊珊嘴唇轻咬 一双美目紧紧盯着直播画面 近日来 网络上关于李华的热度越来越高 在得知李华真实身份后 刘珊珊也出奇地加入了吃瓜群众阵容 虽然她在学校对李华的所作所为都有所耳闻 打心里觉得对方是个深情男人 直播画面中 大门终于打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面容俊网的青年 直播间不少观众在看见李华的容貌后 都是眼前一亮 纷纷发起弹幕 哇 这是李华吗 看起来好帅啊 江华华他们都证实了 什么狗屁少爷 只不过是个长好看点的小白脸而已 李华 你来这里干什么 面对对方的质问 李华刚想说话 谁知江华华突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尖叫声几乎要刺破众人的耳膜 啊 如烟快报警 李华要入室行凶 虽然直播间里大部分人都是站江华华他们这一边的 江华华压根不知道自己这波操作败坏了多少路人员 在他眼里 自己属于弱势群体 只要他喊得快 那么道理就在他这边 李华并没有轻举妄动 哟 这不是江华华小仙女吗 咋还住上人家蔡旭辉的私人别墅了 话语落下 江华华的脸色以肉眼可见速度变黑 只见江华华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 手机都快堆到了对方脸上 你个渣男 看看你长得个什么样 还好意思说 大家都看看 这就是恶臭渣男李华 长成这个样还敢抨击别人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 呵呵 普姓男 一顿嘴炮 李华皱着眉退远了些 因为他怕眼前江华华的口水 溅到自己脸上 终于 刘浩忍不住了 一个勾身 直接把早上吃的早餐全吐了出来 李华无奈又后退了几步 让人给刘浩买来矿泉水漱口 缓和了一阵 刘浩的脸色终于好了一些 不过还是有些苍白 这时 江华华毫不客气地站在一旁 说风凉话 没想到被说几句就吐了 况且我说的也不是你 听到这话 刘浩心中怒火疼的一下 就烧到了头顶 妈的 明明是你长得丑 嘴巴还口臭 你最好给老子老实点 要不然老子现在就让你去见阎王 江华华脸色大变 再一次挖的一声大叫起来 啊 家人们 谁懂啊 我居然被普兴男给威胁了 江华华伸手指着众人 嘴唇不停如动 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见江华华半天没有回屋 柳如烟也走了出来 李华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对方人多示众 柳如烟心里难免有些发虚 说话声音都是断断续续的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李华先是一脸奇怪的 用手指了指自己 随后又用手指了指身后的众人 最后发出灵魂拷问 你说我们来干什么 说完 刘浩介事向前一步 你好 柳如烟小姐 江华华小姐 你们二人献涉嫌恶意侵占他人财产 诽谤造谣等多项罪名 并对我当事人李华先生 造成了严重心理创伤和生活困扰 我的委托人李华先生 已正式向你们二人发起诉讼 这是传票话音落下 刘浩将一张传票递到了对方手中 柳如烟浑浑噩噩地接过法院传票 小脸惨白的向张白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们这些人一定是请来的演员 不然 江华华嘶喊着冲过来 一把抢过柳如烟手中的传票 并将其撕成了碎片 李华扶了扶额头 满脸无奈道 究竟是不是我自导自演 我说了不算 我的律师会跟你好好解释 很快 后排两名治安员走了过来 并将自己的证件展示给了二人 这是我的证件 请二位跟我们走一趟吧 柳如烟和江华华一愣 目光也随之停留在了证件上 柳如烟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 身体靠着门框缓缓缓瘫倒在地 而江华华则是想顾忌重施 伸出肥大的手掌开始抢夺证件 此时 直播间里彻底炸了锅 话还是原告 忙才一波事件反转 现在节奏这么大 李华肯定是怕 所以才主动出击 想要和江华华他们玉石俱焚 你放屁 你那江华华姐妹都慌成这个样吗 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 李华要是冤枉 为什么不早点出来为自己发声 人家江华华他们这么善良 只是骂了几句而已 不然还有你李华先告状的份 李华看着二人灰白的脸色 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 李华你怎么如此绝情 突然 柳如烟说话了 除了江华华以外的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僵 不过李华倒是来了兴致 只见他轻声道 如烟 何处此言呢 柳如烟到了与对方分手前 那时候的李华就是这样 说话轻声细语 生怕凶到了自己 柳如烟在心里这样安慰着自己 然而他失落的话还没出口 李华的下一句话就差点让他破防 绝情的应该是你家哥哥蔡旭辉吧 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出来为你撑腰 李华毫不留情的嘲讽声回荡在柳如烟耳旁 柳如烟仗红了脸 哽了半天才记出一句 你等着 等我家蔡菜回来一定会给我找最好的律师 狠狠打你的脸 谁知 听到这话的李华笑得更开心了 柳如烟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疑惑 李华在笑什么 蔡菜可是当红巨星 她怎么敢 可能是猜出柳如烟心中所想 李华收敛了笑容 我是要告诉你 蔡旭辉是不可能给你找律师了 为什么 柳如烟难难道 因为你家蔡菜现在忙着在喝茶 李华再一次没忍住笑出声来 不可能 李华 你胡说 我无名无据 小心老娘杠你诽谤 姜华华就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 一副看好气的模样 下一秒 福伯出手了 只见他伸出一只手掌 转眼间便把姜华华如同灵小机般提了起来 福伯那铁钳般的手掌微微发力 姜华华双腿无力地扑通了两下 便一个白眼晕了过去 柳如烟吓惨了 咄咄嗦嗦地想拿出手机报警 却被李华提前一把抢过 呵呵 想干嘛 李华拿着手机 满脸戏嘘地说道 柳如烟在众人的目光下缓缓起身 眼眶红红地 带着几分哭腔开口道 李华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道歉 李华一味深长地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走到那台直播手机前 好啊 那你先把那两枚戒指还给我 再把事情讲清楚 本少廳开心了 放你一码也不是没有可能说完 李华捡起了直播手机 将镜头对准柳如烟 柳如烟浑身一震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李华 你监视我 收回目光 李华语重心长地叹气道 若想人不知 除非几莫为 知道吗 柳如烟看着那明晃晃的摄像头 立马破防改口道 你胡说 我和蔡蔡是清白的 我要告你 我不要坐牢 我要见蔡蔡 蔡蔡一定会有办法的 满足你 李华一挥手 对着几名保镖下令道 来 把这位小姐带走 送进去和蔡旭回去 是 少爷 几位保镖领命 上前把柳如烟硬生生拖拽上了车 李华 你不能这么对我 柳如烟嘶哑着嗓子奋力挣扎 李华听得心烦意乱 摆了摆手 对了 把那个死肥婆也带上 李华指挥着保镖们 把江华华抬起了后备箱 这才上车 浩浩荡荡的车队驶离了小区 众人刚抵达治安局 组长就一路小跑地冲了出来 李华见状 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李绍 组长一脸谄媚地将众人迎进了治安局 几名保镖驾着悠悠转醒的江华华和柳如烟 紧随其后 众人一路兜兜转转 在一间审讯室门外停下了脚步 李绍 蔡旭辉就在里面 你稍等啊 不一会儿 审讯室中响起一道泼水声 紧接着是蔡旭辉那杀猪般的哀嚎声 啊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江华华和柳如烟几乎是同时打了的冷战 彻骨寒意瞬间涌上头顶 审讯室大门打开 组长一脸谄媚地探出头来 李绍好了 名里面请李华不嫌不淡地应了一声 随后带着众人走进了审讯室 蔡旭辉呢 咋没看见人 这时 李华询问道 审讯室里的设备倒是齐全 就是唯独没有看见被审讯人蔡旭辉的踪影 文言 祖善笑道 是我老糊涂了 连这茶都搞忘了 一个面部臃肿的男子 被两名治安员从小房间中带了出来 看到来人 江华华和柳如烟当即瞪大了眼睛 蔡旭辉 李华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直到蔡旭辉被固定在了审讯座位上 他才缓缓开口 看看我带谁来陪你玩了 蔡旭辉听到声音 想要努力睁开眼睛 李华的兴趣顿时少了大半 转而将目光盯上了一旁的柳如烟二人 李华也不急 抱起胳膊 环视二人一眼 就开始闭目养神 一种无形的压力 落在了柳如烟与江华华头上 并且在无限放大 约摸过了五分钟左右 江华华再也顶不住心理压力 扑通一声 李华眉头一皱 直接一脚把江华华踢翻在地 江华华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还没等他思考完这些疑问 几名治安员就一人一条胳膊 硬生生给他架到了铁栏里面 蔡旭辉透过眼皮之间的缝隙 看到江华华被送了进来 开始疯疯癫癫癫的怪喊 见对方这服担惊受怕的模样 李华咧嘴一笑 现在的李华 在他眼里与地狱的恶魔无异 柳如烟鼓起勇气 满脸忏悔的开口道 李绍 求你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说完 柳如烟深深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 李华吐出一个字 好 既然柳如烟接受了现实 李华也懒得继续和对方浪费口舌 此时旁边的治安员说 柳如烟小姐 既然传票被撕了 那我就口头提醒你一下 请你与江华华小姐 于后天早上八点前准时参与庭审 届时请提前准备好辩护律师等 反观柳如烟 原本画着淡淡妆容的小脸上 早已花白一片 李华冷漠地转过身 目光坚毅却又带着几分冰冷 李华带着众人离开了审讯室 没议会 偌大的审讯室就只剩下柳如烟三人 以及一名负责看守的治安员 柳如烟还在原地小声哭泣 泪水不知不觉已经打湿了大片一惊 快放我出去 我要去找律师 江华华见李华离开 立马又恢复了原先蛮横的模样 治安员没有理会江华华 柳如烟彻底坐不住了 被李华肆意玩弄在手掌之间 却连对方的半点底细都不知道 为了这一切的一切 他柳如烟要拼一把 反正李华的意思已经摆在这里了 自己可以去找辩护律师 那就找最好的律师 想到这 柳如烟激动地跑到治安员面前 急声哀求道 大哥 你可以给我说说李华到底是什么身份吗 这样我也好找律师 对啊大哥 看见没有 我旁边这位是娱乐巨星蔡旭辉 他有很多钱的 江华华这时也反应过来了 没跟着柳如烟附和道 就连蔡旭辉都跟着点了两下头 口中喃喃不停 对 我我是巨星 治安员无奈苦笑一声 然后摇头道 你们根本不可能赢 但柳如烟不死心 仍然继续追问 治安员虽然同情柳如烟 但听到这话后 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 然后直接对他们说出了李华的背景 这下柳如烟和江华华听明白了 到这里柳如烟已经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治安员比翼的开口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敢的 柳如烟与江华华在听到这话后 同时陷入沉默 想到这 柳如烟好似被抽干了浑身力气 身体一软 无力的倚靠在墙角上 治安员感觉房间内太压抑了 想要出去透透气 于是对着柳如烟交代道 一会儿出去的时候 如果找不到路就问下隔壁的治安员 你这个朋友是李少关进来的 我不敢给他开门 说完 治安员快步走出了审讯室 这下 房间内只剩下了柳如烟 江华华 蔡旭辉三人 不知过了多久 柳如烟突然抬头狠狠地看了眼蔡旭辉 如果不是眼前这个男人 自己就不会落得这般地步 更不会和李华分手 蔡旭辉 我恨你 蔡旭辉听到声音 下意识抬起头 恰好对上了柳如烟愿度的目光 蔡旭辉哭得稀里哗啦 柳如烟顿时有种一拳头 打到棉花上的感觉 但她又无可奈何 无处发泄 柳如烟只好将目光看向了江华华 谁知 江华华此时也爆发了 柳如烟 你当初为什么不好好和李华在一起 你个贱人 把这样一个大人物给得罪死了 柳如烟被对方这么一顿 披头盖脸的辱骂给整猛了 她还没说什么 江华华怎么敢先说自己的 自己和李华分手 不就是对方一手窜落的吗 想到这 柳如烟立马不客气地回对了起来 江华华 你才是那个最贱的 当初我和李华在一起的时候 明明是你整日挑叹毛病 分手也怪你 要不是你吹风 我怎么可能会穿着婚纱去演唱会 还有钻戒 你自己把别人的钻戒占为己有 还咄咄逼人造谣人家 你 你 江华华气得满脸战红 手咄咄嗦地指着柳如烟 半天都没有挤出来一句完整的话 说完 柳如烟转身走出了审讯室 整个房间就只剩下了蔡旭辉和江华华二人 刚才柳如烟的那番话可谓字字诛心 导致江华华现在都没从激动的情绪中缓过来 离开治安局 李华略显疲惫地伸了个懒腰 这破事终于解决完了 事情处理完毕 众人散伙 车上 李华决定打开手机浏览器搜索起了 全权委托人 很快 李华就找到了答案 看到这 李华默默关上手机 目光也随之投向窗外 口中 喃喃自语 看在表哥霍姗姗的面子上 我还是希望你不要乱使花招 此时 正在前排的福伯出声道 对了少爷 明天就是家主的生日了 你不回去看看吗 李华听到声音 表情一愣 想到这 李华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笔兜 福伯 走 回家 给我爹风风光光的大扮一场 李华大手一挥 啊 福伯吓得差点踩了脚刹车 李华满脸莫名 万万使不得啊 少爷 家主可是再三强调过一切从简 李华嘴角一抽 心里顿时为难了起来 好一会之后忽然变得豁然开朗 柳暗花明 两人几乎是同时出声 福伯 你先说为了节约时间 李华急忙示意对方发达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如果少爷您带一个女朋友回去 其实比什么礼物来的都要实在 女朋友 福伯也没有继续再提生日这件事 因为他觉得李华已经长大了 很多事情都需要他自己来决定了 李华看着窗外风景 脑海中继续思考着送什么礼物 这时 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李华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又反应过来 这好像是 珊珊 点开聊天框 里面是一条邀约信息 李华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我闺蜜约我出去吃饭 想让你陪我们一起 想到这 李华正准备打字敷衍几句了事 可消息还没发出去 她的动作突然一将 因为刘珊珊又发消息过来了 对了 我哥说明天是叔叔生日 所以让我准备点礼物 你帮我出出主意 看到这 李华愣住了 这是在撮合自己与刘珊珊啊 李华脑海中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双玉腿 以及刘珊珊那清冷绝美的脸蛋 是不是有些太冒昧了 李华在心中权衡一番 然后重新打字道 没问题 正好 我也有个小忙需要和笑话商量商量 发完这条消息 李华只感觉浑身一震 她仿佛已经联想到晚上刘珊珊那震惊的表情了 李华打开手机一看 是刘珊珊的回复 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就可以 力所能及 那肯定力所能及啊 敲定了主意 李华急忙招呼了一声浮泊 好了 女朋友找到了 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她终于解决了原主的烂摊子 让渣男渣女都获得了报应 还得到了笑话的追求 这才是她李华应该过的日子吗 她靠在豪车的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全文完